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的是为了帮助低收入户 经济弱势家庭 以及受灾户 我们这边主要跟农养署这边的合作 主要就是说 我们会跟定期 会跟农养署提出需求 那么农养署会根据我们的需求 来进行这个百米分包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些弱势民众 由各县市提出需求 农粮署在通知委托的工粮加工厂 进行加工百米包装备货 而根据统计 农粮署每年大约就提供了3000公顿的百米 给需要帮助的受住户 而今年 为了调节渔货产销 渔业署辅助云林 嘉义 以及台南等各县市政府 执行收购台湾雕 收购后继渔货作为工艺用途 以调节产业及协助弱势团体 这次刚才有这个政策嘛 台湾雕和关海祭典 所以我们社工也有去新庆 边料理边感谢的是云林县 善香麻园社区营造协会的大长厨黄素玲 因为来这里共餐的 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 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有刺 这样它里面有稍微有大支刺 那个长测就有剩下了 冷冻在整个台湾雕养液上是第一次大规模处理 然后透过我们在地的一些社务团体 来把它发送出去 那家里道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物流系统 它是一个企业的这个形态 然后台湾雕养液的性质又是一个民间的费力组织 所以这个是三个政府企业跟民间一起合作 由政府和民间携手合作 以不浪费食物为出发点 透过各县市定点多元物资的发放 协助弱势者渡过难关 打造一个无饥饿的社会 不浪费吗 不浪费 不浪费